什么要聊的 OK 底层机制也说完了 那么包对象的注意事项呢 给大家聊两句 第一个 每一个包只能有一个包对象 而且呢 你在定义的时候 要在副包里面定义 什么意思 看这段代码 你这个包对象 你这个包对象是 实际上你是放在这个副包里面写的 千万不要把这个包对象 写到这个纸包里面去 那你就错了 因为包对象和这个纸包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是一个贫瘠的关系 再说一遍 包对象和这个纸包 是一个贫瘠的关系 而不是说你纸包包含我 千万不要把这段代码 拿到这里面去了 你拿到这里面去 这个逻辑就是不对的 因为你这个包对象 跟你这个包 是一个贫瘠的关系 你不能说 我把包对象扔到这里面去 那你又没包含别人 那你包含别人 那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第一个 同学们要理解 它是一个贫瘠关系 说完了 第二个 包对象的名称 需要跟包名保持一致 你这个包名保持一致 主要是用来对 它主要是对包功能的 一个补充 好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 这个就说完了 那包对象呢 我就谈了两个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给大家反述一下 同学们 包对象的注意事项 我说了两点 也很好理解 也很好理解 好 我把这两点给同学们 板述到这里 第一个 就是名称 就是名称 就是要在哪定义 这个位置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名字 不能乱写 你要乱写的话 就会出问题 好 我把这个图呢 给大家板述一下 一个是这个图 好 把这个图给大家拿过来 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我们把这个提一下 这个怎么还没上呢 好 这个中间不要空的太多了 同学们回去 可以把我的笔记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格式上整理一下 好 紧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 包对象就说完了 我们截取一段视频吧 我们截取一段视频